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現在的手機錄影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像我現在拿了這支HTC-M8的手機 它的錄影畫質有1280x 幹嘛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錄 好啊 好 這樣錄 阿抓好 好 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現在手機錄影非常非常方便 一邊跟小孩子在公園裡面玩 也可以一邊做錄影 那你會想想看 錄影的時候 那個音質要怎麼樣才能 讓對方聽得到 而且環境那麼吵雜 要怎麼收音比較好 其實很簡單 像我現在 這支是HTC-M8的手機 它也不會特別貴 那我用續約就可以買到 那我只要把這個耳機麥克風插上去 那它的麥克風收音非常靈敏 所以呢 我講的話其實你們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就是把這個麥克風接上去 耳機麥克風接上去就好了 那甚至我可以把 我可以把這個麥克風拿下來也OK 假設我今天是坐在椅子上 把麥克風放在桌上 那你們看不到我的麥克風 但是收音還是很清楚 還有一個好處是 因為手機它有很大的廣角 很大的廣角就是 我可以拿很近 像我現在只是用手拿著 我用手拿著就可以拍得到我的人 那如果是一般相機的話 它沒有這麼廣角的時候呢 你可能要把相機擺得很遠 你才有辦法錄到整個上半身 而且現在的手機都有Full HD的高畫質 所謂Full HD的高畫質就是 1920x1080的像素 也就是橫向有1920個像素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個點點 然後直的像素有1080的像素 這種就是高畫質 應該說Full HD 高畫質是指HD 那超高畫質就是Full HD 那Full HD的畫質呢 其實它就可以放在很大的電視機上面關上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清晰 那現在的手機呢 幾乎每一支手機都有到Full HD的高畫質 所以一旦你有想法有靈感的時候呢 我現在不見得回去寫Blog 我就直接手機拿起來就可以做錄影 然後把我想到的事情呢 就把它錄起來 不管你在外面還是在家裡 那只要你有一個自拍三腳架 或者是像我現在在外面 我就直接用手拿著 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想法錄起來 那以後呢就可以 做為你自己的靈感來源 或者是協作來源 或是你想要分享的事情 就可以很方便的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